大家好 又是我达达 上次跟大家介紹過Lokia在2010年8月3日所製作過的 Amigo Handset UX for N9000 版本 幾天前8月17日時 Lokia也更新了一個版本 放在它們伺服器上 今次跟大家介紹新版本和之前版本的分別 最大的分別就是這個Menu 之前是一個橙色的箱 沒有公仔 現在就有一個正常的公仔 而且左邊和右邊都沒有電話、瀏覽器等圖示 純粹是一粒鍵可以按的 我們按它 我們看到的程式頁畫面都有點不同 上次就有兩頁程式 今次只剩下一頁 但我們可以看到程式的配搭都有點不同 除了有之前未見過的Finet 這個就是Farfox for Mobile的開發代號 暫時來說都是啟動不了的 另外也看到有X Terminal的公仔 也有Qt4的Example 也有Widgets Gallery 我們稍後會進去看看 還有一些之前都沒有怎樣見過的 例如這個叫做風仙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按下去也是沒有反應的 還有鎖機鍵 這兩個程式 X Terminal 和鎖機鍵 這兩個按鈕都不見了 暫時來說 什麼可以用的呢 除了之前都用過的SMS 雖然看到一些介面 但還未真的傳到SMS 純粹是介面的展示 還有呢 Dollar也是可以看到一些介面的應用 SMS和之前的分別不大 但這些按鈕的按鈕就出來了 之前都是橙色的箱子 Dollar就是打電話的介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幾個不同的介面 一款是打電話號碼的 另一款呢 就是內電的顯示 或者撥出過的號碼顯示 還有一些聯絡人的捷徑 還有你最深水的 最常用的聯絡人的清單 這個Multitasking 亦可以看到這個交叉鍵 最多東西看的 這個版本最多東西看的 就是這個Widgets Gallery 這個Widgets Gallery 其實在N900的MIMO5上面 如果大家都安裝了這個 Extras Development的 即軟件庫 都可以找到這個APP 這個APP 其實會示範給大家看 MIGO的一些介面上的 控制項 就是怎樣運作 給一些開發的人員 都可以了解 其實有這些 控制的介面 一些東西是可以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MIGO的整個 整個UI的理念設計 都很多部分都成計 像MIMO5的設計 但也有些改良的 例如MIMO5 例如有些東西浮出來 大家想離開的時候 都 初初都不知道可以按這些 空白的位置離開 這個 改良了就有一個交叉鍵 大家就算不懂得按這裡 都可以按這個位置 另外也有些比較新穎的應用 例如Full Screen的按鍵 就可以把這個APP 變成Full Screen 也有些不同的展示 例如 這些Tool Glass 可以打動 或者是用一個格子的形式顯示 這些都會是一些編程人員 可以考慮的一些 應用的介面 的東西 也可以看看一些 Dialogs 例如這些對話窗 例如這些對話窗 也會是這樣 例如這些 Switch Line 跟其他系統的設計都差不多 Android 也是這樣 可以用這些設計 看到這裡有一個 Event Banner 我們可以看看 這個會是一些 例如Mindmode5 有時有些 事項要通知大家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黃色的 一個Banner 彈出來 就通知大家 這個手機版 都會沿用這個概念 它的顏色是藍色 我相信都可以變更的 這個顏色上面 但你看到可以有公仔 對 亦都可以有打野的Dialog 問問題 答問題的一些 對話窗 還有一些 譬如清單上的 東西 譬如這些介面 就會像是聯絡人的介面 有些人 電話號碼 暫時都是示範的狀態 Grid就會是一些 例如看相片的介面 譬如我選這張相片就可以看到 其實整個理念跟Mindmode5的設計理念都有點相似 跟Cymbian3的概念也是很相似 有些人的示範 亦都有一個 Speech Bubble 的示範 可能是一些 SMS 或是 Insta Messenger 的介面 可以看到是夾圖片 一個一個雲 顯示那個人的對話 即是兩個人或三個人或四個人之間的對話 可以顯示到 非常之直觀的 這個介面 這個其實在M8 或是C7 Cymbian3的器材 都會看到這類的設計 其實Lokia也想同一回Mego 和Cymbian3的用戶體驗 亦都有些 這類動來動去的Progress Indicator 即是顯示進度的一些控制列 和會有些 這些可以用戶做一些範圍選擇的一些控制行 比如這些是播歌的時候都會用到的一些控制行 譬如這些是播歌的時候都會用到的一些控制行 亦都有些打字的Text Fill 不同種類的都有 亦都有些可以變色串錯字 或者是Auto Complete Auto Capitalize 這些功能都會有的 另外呢 還有一個叫做Image的示範 可以將這個圖像放大縮小 相信將來的Mego和Cymbian3的手機 都會有Multi Touch的功能 但如果大家想提供一個這樣的介面 都可以做到的 這亦都有些Applet的示範 都不知怎樣用 不過它的概念就是讓你可以自己擺位置 自己remove 亦都有些轉來轉去告訴大家 正在做事的一些控制 目前為止Mego的應用都還是一個實驗階段 這些應用都還是很初步 都還未真的用到在普通用戶上用到的層次 那譬如這個Cute的示範 亦都有些問題 那你見到是沒有畫面 沒有任何東西 但如果大家按這個小屋 即是回到一個Task Switching的模式 我們找回剛才的App 你會見到它有畫面 但你選擇它的時候 開出來便是空白 那同樣的情況 那同樣的情況 又在這個Terminal發生 這個XTerminal亦都是這樣沒有畫面 但我按它小屋的時候 那你見到它呢 按下去的時候 有半下是看到有Terminal的畫面 那應該是這個Bug來的了 那目前Mego的Handset UX都可以接駁Wi-Fi 那暫時呢 如果大家有Wi-Fi的Router的話 都可以把它連接 那連接來有什麼用呢 因為暫時這個 這個瀏覽器都沒有用到 那但是呢 我們是可以透過這個 看回Wi-Fi的這個 這個IP的地址 那就可以 用回我們的 SSH的軟件 那就可以連接進去 這個N9000上面的Mego 那這樣UserName Password 就會是Router 和用Mego來做Password 那全部都細塑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進去這個 這個 看回Mego的一些 command line的東西 看看裡面有什麼內容呢 那都可以 透過這個方法呢 用普通的Linux的指令呢 去探索一下裡面有什麼 那這次的介紹呢 暫時是這麼多 那下次如果有些什麼 Mego的更新呢 那我也會繼續和大家 跟進報道的 中間 這樣 操作